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见面 我是周梓彤 我是聂梓蕊 今年继续由香港青年协会和香港大学合办 主题是国家建国60周年 今年继续会邀请10位演讲嘉宾和青少年作交流 透过广座 希望令年轻人更加认识国家发展 今集我们首先邀请到香港大学 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先生 钱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分享的主题都很特别 就是《紫上中国》 《紫上中国》 是不是介绍中国的地图 当然不是 《紫》的意思是代表报纸 钱刚先生会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报章版面 和新闻尺度作一个介绍 而且会从中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转变 哇 那不就是由1949年的报纸 它都有收齊的 是啊 不过当中都是一些官方的资料 尤其是早期的新闻报道 看来今次可以大开眼界了 亲爱的青年领袖 大家下午好 我的题目叫《紫上的中国》 那么我就带来一些报纸给大家看 这是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候 这个人民日报 当时唱的歌是什么歌呢 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民主政府爱人民 还有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那么有人讲了1949年 这个国民党是专制啊 他逃到台湾去了 那么民主是不是到来了呢 我给大家讲 一个1945年的小小的插曲 当时呢 有一位黄延培先生到延安去访问 毛泽东就问他 你的感想怎么样啊 黄延培说 我生六十多年 耳闻的不说 亲眼看到的 真所谓 其心也薄焉 其王也忽焉 一部历史 正代换成的也有 人亡正希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是没有跳出这周期律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新路了 毛泽东说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正希 各位青年领袖 毛泽东说的对不对 说的对不对 想一点 他自己做到了没有 他没有做到啊 好 那我就从我们传媒来说 起这个1955年 56年 57年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啊 传媒还特别的活跃和开放 当时有人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这个话非常的 这个用大陆的话讲 非常的自由化 是说呢 说到办报 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 我看每个省 办两个报纸比较好 一个在党外办 唱对台戏 他说我想辞掉主席去给报纸当专栏作家 毛泽东说了一通非常自由的话 说报纸可以办的比较尖锐 比较生动 但是事实上呢 不是这样 到了这个1956年的时候 曾经一度 非常多的报纸都很开放了 批评中央的这个各部的官僚主义 工商业者也要大鸣大放 所谓大鸣大放 就是提意见 提出不同的看法 官僚架子滚开 还有北京的新闻界 鸣起来 这个鸣呢 就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就大家都要发表自己的自由的意见 这不是很好吗 这个1956年57年的时候 可是呢 没有想到1957年的夏天 风云突变 这样一个悲惨的历史 55万人被打成右派 有中间偏右的人31.5万 然后受到批判的人有800万 牵连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 这是1957年的国庆的时候 出现的标语 要这个将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来最早期的人民日报 是这么开放的 嗯 不过自从经历了右派反对斗争之后 那些记者和编辑都不敢再写一些负面的报导 接着还发生了一连串的结果 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其实我不太明白 反右派运动和文革 他们是不是对那时候的人来说 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也很有兴趣听这段的历史 不如继续听一下钱江先生怎么说下去 经历了1957年的残酷打击 造成什么后果呢 就是传媒不敢说话了 因为传媒刚刚说了一点不同的意见 说了一点大胆的话 很多的传媒人都被送到东北去劳改去了 劳动改造去了 所以当传媒不敢再说什么的时候 通往大跃进的门打开了 通往文革的门打开了 我们的刚才王女士说 她印象最深的是文革 还有两位贵宾也说到 印象最深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 那大跃进人民公社 什么叫做这个门打开了呢 那在我看来就是 由于没有人说真话 报纸就开始说假话 没有人说实话 报纸就开始说大话 你看报纸说了什么大话 1959年我给大家说 这个是纸面上的中国历史 大家欢天喜地在庆祝 这个报纸的背后是什么呢 报纸的背后已经出现了 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 再给你们看1969年 又是另外一个悲惨的故事 就是依照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没有了 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天下大乱 老师都被斗争 校长都被关起来 当然我也必须要跟同学们说 我自己也参与了 去批判老师 去斗争校长 那个时候这个发生 你看这些都是一些歌曲 唱的一些 那么这个里面 我们看当时叫造反有理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唱的歌 在这个歌声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 清华大学被砸烂了 宗教人士被斗争 宗教人士被斗争 庙宇被砸烂了 很多老人家 被无端的迫害 很多领导干部 也被迫害 很多领导干部也被迫害 走反流离 走反流离 很小的学生 他们也参加斗争人 未经许可不得了 走反流离 可不得了 没有认为